你有没有发现随末唐初的时候 那些参与作乱的人 包括领约在内 其中很大一部分 刚开号就是一群课金的主人 他们就是关隆集团 山东集团及江南集团 首先是关隆集团 它是北魏之隋唐时期 存在的一支贵族军法集团 关隆集团可以说是势力兄弟 他们在我国的历史上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隆集团的缔造者是犹太 北魏末年天下大乱 宇文泰镇守关中 他是一个先辈人 他把自己带来的先辈势力 跟关中土豪势力相融合 逐渐的形成了关隆集团 在南北朝并立的时候 一共有五个政权 都掌握在关隆集团的手里 北周的实际开国皇帝 宇文泰隋朝杨姐 包括唐朝礼约都属于关隆集团 关隆集团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 带来了重要影响 在关隆集团成立之后 随着汉人的不断进入 及汉族思想文化的侵然 关隆集团逐渐形成 以汉人为主体的局面 其中的八祝国和十二大将 及其后的士族盟法 足足掌握了中国五百年的历史 关隆集团在历史之中的 只要地位 使得士族盟法既拥有军事权力 又拥有政治权力 甚至在最强的势力的时候 连皇权都鄙视 虽然文定杨姐用自己的手段笼络官员 最终建立了隋朝 随着隋朝的建立 杨姐就发现 关隆集团的存在会影响其掌握权力的步伐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关隆集团的发展 但随着隋姚帝阳广迁都 关隆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彻底的爆发 领院的人开始造反 随灭唐新 关隆集团的影响力又一次大增 关隆集团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 一个皇朝与皇权的发展 由于他的势力太过于庞大 李世民在位期间 就开始利用山东集团与关隆集团进行抗衡 而当时的山东集团 不能够彻底的抗衡关隆 但是由于关隆集团内部出现了混乱 他就开始逐渐的衰落了 后来武则天全面实行科举制度 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代替了关隆集团的人才 这就加速了关隆集团的衰败 而朱温灭唐建梁之后 用强烈的手段压制了士族文法 从此关隆集团才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接着就是山东集团 山东集团的代表人物 主要有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 山东士族历史悠久 有些经济实力巡厚 并且有强大的宗族乡理基础 由此产出的巨大的政治能量 竟可以控制朝政 退可以控制乡土 而山东豪杰则是在随末混乱之下 崛起的寒蒙地主集团 换言之 他们就是在随朝末年大动荡之中 势力崛起的地法豪杰 所谓的山东豪杰是以暴力提升社会地位的 代表人物有魏征李济 最后就是江南集团 这里的江南集团一般是指成朝的士族集团了 自从成朝被随末地灭掉之后 除了少量被当成奸命所杀 其实大部分都被切入了军师 后来南城固立全部罢免 兼用北人 慕人者竟改之 不过这个政策主要被打击的是 已经开始世代船兵的南方土著 已经失去耕机的士族 反而无所谓 南方土著 于是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反抗 结果又被杨素镇压 在随末唐出版 是仅次于山东集团的存在 这三股势力后来就是奠定唐朝大事的基础 才让随末唐出这个时间段变得多姿多惨 关注叔叔人 不迷路